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有人就提出疑忆来了 有三个疑忆 第一个 说我拿着这件东西是自己的 上边这些现象没有说服力 让我拿着管藏的东西来讲 第二个疑问呢 就说 上边的柱孔分布乱七八糟的 柱孔里边没有沁涩 怀疑这个柱孔造假 第三个问题呢 就说上边的打磨痕 出现了机器加工的痕迹特点 好 事实胜于雄变 我就拿着管藏的红杉文化 出土的玉器的资料 来讲解这件东西 我用实施来说话 来 我就拿哈明玉器研究 这本书上的高清图片 细都可以看到头发丝的痕迹 都能看得到 好 我拿这个讲 第一个问题咱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 有人讲 这上面自然的柱孔分布比较杂乱 柱孔里边没有沁涩 沁涩跟坑口有关系 并不是每一件玉器 有了炼就有了沁涩 有了柱孔就有沁涩 这是错误的 但是有柱孔 可能会有钙化现象 但是不一定有沁涩 因为它是个干坑没水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沁涩 来 先看关于柱孔的问题 来 大家看一下这上面这个柱孔 是不是 柱孔底下 先有白化现象 先有白化现象 来 我进去看 来看一下这个末端 这个末端 有没有自然的柱孔 那个柱孔的周边 是不是出现了干枯的现象 来 看一下上面的柱孔 有没有 它分布是什么样 它里面有没有沁涩 更厉害的 来 这个两面都有啊 来 看这个 它分布有规律吗 先看这个柱孔 这个柱孔最自然了 好 关于这个土咬的问题 给大家想完了 老玉上 很容易会产生 这种一个一个的小柱孔 所以说 在我这一件上 产生是很正常的 自然的柱孔 是人为仿不了的 它只要是不能仿 它一定是后天形成的 那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块料上 我出来的就是这块子料 或者山流水料 它带这种柱孔 那么利用料上 带的这种柱孔 来仿一件梅谷 我后加工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把原来这个柱孔 就能去掉 第三个 加工工海 有人讲 只要是在运气上 发现了 很犀利的加工海 一律是不对的 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犀利吗 这个够犀利了吧 这个偏实性 这个够犀利了吧 比刚才那个 是不是还要犀利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要枪毙掉它吗 就这一本书上 足够说明了 这个犀利吧 犀利不犀利 看一下打磨海 这个清晰度够清晰了吧 特别这个 来这个更离谱 同时这个上面就有柱孔了 这个鞋泡上 够犀利了吧 好了 关于这个浴器上 有加工痕的特点 我用管藏的食物 给大家讲明白了 所有的东西都来源 处处比较明确 你再质疑这个书上的东西 那你就直接说这些东西 只能有一些埋进去的 那么我也同样用高倍放大镜 放大100到150倍 来看一下我这件 玉器上的痕迹特点 来先给大家看柱孔 这些柱孔是不是周边 出现发白的现象 大多都有啊 有的没有的 就是它咬的比较厉害了 把原来这个疏松的地方 整个全部咬掉了 再一个 它分布是不是不固定的 哪个地方疏松 它就先咬哪个地方啊 看到没有 包裹这些白化的现象 这就是要涂咬的前身啊 工上工下 这个凹槽里边都有 这是自然的 还是认为做的吗 来不光这面有 背面才一块有 才是正确的 是不是另一个面 也有这样的现象 怎么为什么非得 这个孔里边有沁涩 来我们看夹工痕 是不是短的乱的浅的 来包括看夹工孔 看孔里边自然的光气 两面对钻 你这种蜡质感 工和猪孔的关系 猪孔代工之上 你看鞋盘上有 高处也有 鞋盘上有 最底处也有 它怎么就成了假的了 好了 关于这件东西的真假 我得用管藏的数据 讲解到此为止 你可以公正的来评判 我这件东西 是真是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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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